大家都欲罢不能 所以時間就稍微延遲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 理主辦單位說 我們現在大概剩下20分鐘的時間 所以現在我們 就是說整個 請大家 提意見、comment 或者什麼各方面都非常快 好,我們現在開始 我想問 提出新的問題 有人 跟我講 我想問你 對林志路老師 提到的 公民投票 你的目前的看法是怎樣 因為 之前我知道台灣的 民進黨 有 有做不少的 就是 就是 有幾次就是 try 但是沒有成功 但是 最近的那個 就是 台灣的政治狀況 好像有一些改變 就是說 就是 最近 那個 民進黨 又帶來 公民投票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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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那個 那個 我們上禮拜 有 朱麗論 跟那個 那個 浩浪斌 突然 看起來 他們 變了那個 反惑的 我就是 我 我就是 政治反惑 或者是 一個 政治 政治體會而已 就是 所以 那方面我想問你的 好 那個等一下 我 那個 因為我們剩下時間不多 我們是不是 就是說 收集三個問題之後 我們再 再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影院再來回應 好不好 或者是 comment 請 第二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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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覺 可是 我在想就是說 如果說 就核能這個議題來講 就是 其實說你全面性的 跟能源關係的重建 跟 還有你要去反對一個既定的政策 這兩個其實 努力的方向是有點差別 可是 我們說 我們這些就是 反核人 他擁有的動能 大概就是 那樣子而已 所以說可能可以recruit更多人 不過 這樣子的量能 有沒有辦法 真的做到這麼全面的事情 就是 還是說我們現在可能就是要選擇 就是比較在政治跟科技上面 去著手 就是 這樣子可能是一個比較快 先 至好先把它停下來 或是讓他說 就核四標概了 然後呢 再去談說我們 跟能源的關係 而重建 就是 我想請問他這個 就是這個有沒有 就是因為 就是這麼多人嘛 就是這麼多時間嘛 那這個有沒有用選擇上的問題 謝謝 呃 祝平一那邊 第三位 老師有關於那個 專家在整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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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到底有能夠翻譯什麼樣的角色 或是說 在那個整個專家的決策系統裡面 就是說 那個觀調體系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menu pivot 專家的意見 還是像你說的就是說 專家其實就完全忘記 他自己本身的倫理角色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倫理的角色其實很有趣啊 就是說我一直在考慮說有沒有辦法我們盡量避開倫理的問題 因為倫理很多是個人的決定或是個人的選擇 當然這裡我知道還有您剛剛提到的有關於一些科學方面的倫理的想像 但我並不是說這裡面沒有個人的良心或是個人的抉擇等等這一類的問題 可是我一直在想的一個問題是說 有沒有辦法透過一些制度上的機制而使得我們把倫理的角度的考量變成到最低 其實就是說專家的角色在裡面不需要為了他的良心而作戰 而是透過一個制度上的角力來完成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公民投票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一些討論還有更多的配套 就是台灣的公民投票這件事情已經講非常的久了 但是我們都在我跟你說在核在之前我們都覺得實在是太危險了 因為在運動的角度上你很可能投了就輸了 所以你在整個社會對這個還算沒有一個足夠雙方平等足夠的資源去辯論 或者是在教育或在資訊傳遞上甚至在很多黑箱都還沒有解開的情況下 像我們現在連光算一個核電成本都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那民眾要相信誰 在這些東西還沒有我覺得在知識還沒有解嚴的情況下去公投 這到底出來會是什麼結果 我沒有辦法把核電廠當作這個實驗品 我其實很猶豫我真的非常猶豫 因為對於我們的環境運動來講 我們不需要輸掉任何一個標的 這標的對我們非常重要 尤其對民眾士氣的打擊 那如果在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下去玩 然後輸了之後呢 那當然政府就可以說你們從此都不要再講話了 這個民族就尊重多數了 那你們一定就是少數了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必須要再制定公平的遊戲原則 然後雙方的權力資源平等 有足夠充裕的時間 而不是說他買兩百萬的廣告 然後我們就只能用網路這樣子 像政府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他可以花一大堆錢 對 他不一定要推銷核電 可以在他能源政策裡面 加上一些配套一些暗示 一些心理債 各式各樣的方法 很難很難去去 我覺得總是我們先把遊戲規則說的公平 目前像現在的公投法 其實他就是個兩樓公投法 民間團體如果要達到現在公投法的原因 你們看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個都是你帶身家 要有上億的錢的團體 你才有辦法去推到這麼多的領署 其實這聯名黨本身推的領署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要把遊戲規則公平 然後大家在這平等基礎上來做公投 我覺得這公投是真的有民主的意義 那當然我們希望公投是不是可以解決 或者是這些方法 也許是之一 但在之前我想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包含教育 包含各式各樣的成果 我們剛剛講 那個佳麟老師講的在各學科上面對這個探討 然後去把這些 這是這些黑箱解開來 讓他這個東西不再只是 我不是說他是專家的專利 而是他已經似乎變成政府 政府所聘請的專家的專利 那所以很多民眾會覺得我 因為我不懂 所以那怎麼辦呢 我就只好相信 政府 政府他提出的專家說法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其實不只何能 在公投在很多的議題上 都會有這樣子的危險 我生的問題 嗯 我記得風玉店曾經發起一個運動 是說 在我家 就請大家到那個電錶上面貼貼紙 說給我在這裡面圓 那做這個 嗯 就拿了貼紙要去貼電錶的人 很多人回應說 不知道家裡電錶在哪裡 然後 包括我也是 那就是這個 好像跟我們日常生活很相關的事情 其實藉由電錶被藏起來 或是那個電費的單很難閱讀 這些事情 使得我們跟這個能源的距離很遙遠 所以我覺得很多運動 如果能夠在日常生活中 喚起我們跟能源的關係的話 會號召更多的人 而不是就是好像大家認為說 一定是要是社運分子 或是說是要知身借用 非常專 或是某一些日本才能做這樣的事情 那像我覺得綠萌做很多事情 都是跟這些串聯的 譬如說 譬如說像我世人我反合啊 或是其實像搖滾 做很多搖滾 像搖滾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就是 或是聽聽聽 陳生做首歌啊 他也可以動員某一些人 陳生不是說一句話嗎 我覺得起碼可以動員我機上 剛才那個電錶可能是我爸上 他不是說什麼什麼 日本是A片大國 然後他們做A片做那麼精緻 然後輔導都發生核災了 那我們A片是這種 弱國 推理就是說核電可能做不好 那這種可能很好笑 但是可能他有些看電錶 可能就是他類比事情的方法 我覺得這些推廣都很重要 那包括最近大家會覺得 反而很有希望 是因為藝文界 用很多的形式 用他們的語言 可能過去不是就是 社運界或是想要在知識上面挑戰的 常用的語言 可是他們有他們的創造力 所以如果能夠滾動更多的領域 要用大家自己手機方式做連結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把這個能源 跟自己的生活 做某種创臉就很有關係 那所以我那時候很推崇 那個小公有劑子 他是一個媽媽 然後他手上有一個輻射監測器 聽說日本人的媽媽就是這樣 他用監測器來測數據 他馬上變成一個專家 因為他的數據跟政府不一樣 他眼智深看到數據 他就有一個挑戰專門知識的能力 只要那個輻射器 越便宜的話 那這樣子 因為擁有那個武器 那個偵射器 而產生的專家 就會變得越來越多 那像這些方式 我都覺得是更 讓這個參與 那個爭議更民主化 擴散到更多的一些管道 那我覺得已經正在發生了 所以那個政治黑箱 跟科技黑箱 有一群人長期在努力 可是我們應該 就是把它更 今天有個文面子法水平化 是不是 就有一些更擴散的方式 可以讓這個動能變大 謝謝 我其實討論的是一個倫理 倫理跟道德是兩件事情 倫理是 其實講白一點 就是你這個行業裡面的行規 我們台灣其實都沒有談行規 所以我們銀行呢 會有把你的個資通去到賣的 這個在國外有行規的理念 它是永遠不得入用 所以其實有所謂的行規 我們沒有討論行規 所以我不是討論道德 其實假如大家都不遵守這個行業的規則的話 我覺得最後是必須要回歸到法律 大家最近可能沒有注意到有個意大利法院的判決 就是2009年呢 義大利有一個地震 把一個小鎮309人壓死了 那這個地震的前六天呢 這個學者專家就召開一個會議 學者專家開完會議說 其實跟我們氣象局蠻像的 他說輕微的地震 因為這個地方大概從2009年初 就有很多的地震 輕輕的 而且越來越頻繁 那這些專家學者就告訴大家說 輕微的地震是能量的疏散 這有點熟悉 我們也好像也這樣講 他說不可能發生比你現在還嚴重 所以甚至有學者專家在開會前就說 大家放心回家喝喝酒輕鬆一下 所以本來有人要離開的 就有29個人證實有29個人本來要離開這個 就聽到這些專家學者的結論呢 就留在家裡就被壓死了 所以就去告 所以最近呢就判決 判決這7個人包括6個學者專家 6年徒刑 然後要賠700多萬的歐元 賠這29個人 然後這6個人呢 是從此不得任公職 那當然引起世界上很多科學家的反彈 他們認為是切利略事件的重演 那包括剛剛有人提的 希拉傑斯諾夫 他也認為這好像有點 沒有把學者專家是一個顧問的角色 跟決策角色區分出來 可是假如你仔細看 他不是判決說你沒有預測地震正確 不是 是你沒有用你的專業去做評估 因為他們講的這個說法 輕微的地震是能量的疏散 其實跟大部分的地質學家 應該講現有的科學地質的學的認知 是正好相反的 所以其實是因為他們不專業的判決 不專業的建議造成民眾的疏失 所以有這樣子的這個判決出來 不是因為他用專業 而是因為他用不專業的角度來談事情 那你說學者專家 政府單位是怎麼會去approach這個學者專家呢 當然譬如說台電 他就會先來試探你 可不可以來幫他去審計畫 或者是接他的計畫 那你假如接了一些計畫 你就可以 他就知道你的態度了 所以以後他就可以拜託你 幫他去比較那樣子的角色 那所以當然其實不只是台灣 國外也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學者專家在這個拿更多計畫 跟用自己專業之間要去做選擇 那你選擇了不拿計畫講專業的 可能下次不會請你啦 你下次也不會當這些委員的啦 你以後也沒有計畫了 那所以大部分的學者可能會去走另外一邊 他想變成學法 那所以呢 這個需要大家來討論 需要大家來討論 那你願意選擇哪一邊 其實大部分的學者不會選擇跟社會對話 會選擇跟政府對話 為什麼不選擇社會對話 其實社會才是真正納稅嘛 納稅人真的主人是社會的人 可是agent agent是給錢的單位 agent變成主人了 principle變成nothing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好的討論 不是moral啊 不是moral 是ethic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來談這個ethic的問題 謝謝哈 謝謝哈